我们拍这个风天这个MV这个概念就是 一个女生她从一个城市非常繁忙的 不知道自己要走哪一个方向 到她开始去为自己的梦想去奔跑 在城市的杂乱中要寻找自己 在那边要穿高跟鞋跑 很怕会扭到脚的样子 因为我第一次穿高跟鞋跑 我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个演员 他非常专业 这时候不可以跟他讲的跌倒 他会很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跌最美的那一步给我 你懂吗 没有啦我觉得他太认真了 其实是不需要的 只是一个Helph 有那感觉就好了 他太过路细了 那我们今天来到Morip的一个海边 拍摄一个对水的部分 就是有跟乐团一起拍的部分 哇现在很晒耶 真的很晒 我不懂要怎样去面对那个镜头待会 我很后悔我自己的歌是放到海边 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经验啦 可是真的是很晒 可是我们要表现到不是很晒 所以希望出来的效果会很好啦 这个海滩就是拍 他终于找到他自己最纯真的自己 最原有的梦想的那一刻啊 所以我们今天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天气还有海水啊 因为海水真的非常汹涌的来了 所以就我们刚才拍band的时候就要拍到非常快 等你这个也不可以动的啊 我一换小女孩过来你也是要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可以拍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小女孩在我的MV和我的关系就是 他是饰演我小时候就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慢慢到了越来越大这样子 我就渐渐的忘记了自己的梦想而 融入社会里面的生活这样子 很庆幸因为这个角色是有一点难拍 因为我的女主角挑战有点太over了 因为她平时是比较sumbud一点的 所以今天要拍比较斯文优雅的在海边奔跑这样子 所以对她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拍摄 其实我们这一组 我们从来没有动过video camera 所以在停的课方面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然后希望你们一定要看啊 因为我们拍到很辛苦 转身回到最久的那个疯狂 我心里总有个微信才讨好 尽管没有被斗星的夜晚 奋跑的方向似牙挂在前方 勇敢站在自由自在的海边 呐喊声宁传达内心的世界 就为自己的梦再做一次检约 现在 和过往说再见